到北韓搭上遊覽車旅行 現在導遊不只會監控而已 從金正恩談契合拼金季開始 2018年到北韓旅行 氣氛真的不一樣 朝鮮方面的話 能夠再做出更多的開放 然後在旅遊艙航的方面 能夠再有一些更大的彈性 今年4月8號 舉辦了北韓萬景台國際馬拉松 台灣參賽者出現了15年來新高 從數據來看 台人到北韓觀光 從2015年起 到去年北韓局勢緊張 人數不斷往下滑 但今年1到3月 台人到北韓觀光 已經突破500人 全年渴望達到破紀錄的7000人以上 就是這10幾年來的話 算氣氛最好的一個時段 所以說現在的詢問的電話 也比較特別多 比網店特別多 過去北韓給人鐵幕印象 但現在到平壤 街道上不只出現的賓士 福斯等名車 上下班甚至還會塞車 觀光客還能到新車展示中心 看看北韓人買車過程 碰上北韓節慶 也能被允許參加家庭烤肉趴 這些可不是樣板畫面 而是近來北韓觀光客 拍下了真實影像 在平壤街道 你可以遇得到的話 就是偶爾在上下班時段的話 還會塞車 然後進口車的話 北韓批經濟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觀光業 包含了四月國際馬拉松 八月啤酒節 九月航空節 還有國慶 黨慶 都成了觀光最熱的時段 竟然不只台灣旅行社旅客詢問不斷 如果金正恩真的改革開放 全世界都將關注這場北韓觀光熱潮 借理英國朱憲民 台北八達